日本產經新聞在頭版頭報導 日本政府要捐AZ疫苗給台灣 但是當初跟AZ簽的合約 是不可轉讓其他國家 因此日本政府正積極的跟AZ談判中 希望能夠透過修改合約 將部分AZ疫苗提供台灣 只是就在台治友好的時候 中國大陸又有意見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 日本供疫苗給台灣不會得逞 但A方面又說他們要送台灣疫苗 取得管道是暢通的 現年八十歲的新黨前主席郁慕明 正在上海飯店隔離中 還拍影片感謝大陸的防疫人員 預計兩週飯店隔離 一週居家隔離後 就能接種大陸疫苗 我相信我到中國大陸去 我可以接受免費疫苗 我到中國大陸去 我的網友 我的粉絲 非常歡迎我 我在台灣吃別 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相信 我有三十年 還有看到最後的結果 就是國家統一 疫情危急之際 中國大陸 日本 誰是真朋友 真的要給善意 幫忙解決問題 台灣民眾點滴在心裡 TV選張正安 陳韻文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 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